大家好, 我是阿麦 你看到這個是不是M技的新口味薯條? 不是, 是我們今集要介紹的自家製綠色薯條 大家正在看的是阿麦日常 記得comment like and share,subscribe,訂閱 以及按旁邊的小鈴鐺 記得follow我們的IG 我們這集顏色食物實驗室 就是要教大家怎樣做這個綠色的薯條 我們平時吃的薯條都是炸到金黃色 用薯仔炸出來的 我們想顛覆你的視覺 我們找到它幫忙 沒錯, 就是芫茜 我們知道有些芫茜熊 將它變成雞蛋仔 拉麵的湯底 以及將它變成蛋糕之類 但很多人也不喜歡芫茜的味道 究竟加了芫茜的薯條 它的味道和它的賣相會是怎樣 我們馬上試給大家看 我們的材料有 薯仔 我們預約了三個 芫茜三棵 和粟粉 先說一下 我們去預備材料的時候 去到街市的菜單和阿姐說 我要支援芫茜 它的眼神看著我好像很奇怪 覺得我是怪人 其實會不會有人買這麼多芫茜呢? 它的眼神流露了給我聽 是不會的 我們先洗一洗薯仔 薯仔的數量其實視乎你要炸多少 我們就預了炸一包大薯條左右 再多一點點的份量 芫茜我們先將它根部的尾 剪去 再洗一洗它 我們再把薯仔的皮剪去 我們因為要把它變成薯蓉的形狀 所以我們要切底皮 我們也知道有另一個方法 就是把薯條切條 然後拿去炸 這樣就完成 也有人特意留一些皮去炸 但我們這次的方法就不是這樣的 要把它變成薯蓉 我們開了火並不是炸 我們要把它蒸熟 大約蒸20分鐘 因為薯仔都很難熟 我們把它蒸熟的時候才可以變成薯蓉 然後我們再放芫茜進去煮熟 看到它淋成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我們先切芫茜 嘩芫茜很大的味道 受不了 沒錯 麥太其實是不喜歡吃芫茜 甚至怕它就味道 我吃芫茜就ok 但我還沒去到芫茜熟的階段 我們切了幾下它還是一條條 之後再切到粒狀 然後我們最後切到它變成黃 真的形成這個融的狀態才可以 之後我們準備了一些器皿 去硬碎這個薯仔 你看我們拿了這個湯殼 這個湯殼比較實正的 可以方便去硬碎它 看看這個情況 我們要找這些實正的東西去硬碎 不是真的有牌 最初還有一條狗的形狀 我們將它隨便壓便變成一個樹蓉 現在的形狀開始有點像 之後我們再加一些鷹粟粉 把它攪拌均勻 好了我們要將這兩樣東西混在一起 究竟我們成不成功呢 綠色和平時的薯條的顏色 混合了會是怎樣呢 我們最後將份量轉為1比1 即是一份的芫茜熔 拿回相對這麼多的薯蓉 我們要將它徹底攪拌均勻 攪拌到它接近沒有黃色的程度 不斷攪拌均勻 其實我覺得可以再加多一點芫茜 這個視乎你們想出來的顏色會是怎樣 咦 這是什麼玩法 怎麼放3支木筷子在這裡 我想大家都猜到一點點 是呀 就是我們要做薯條的形狀 因為我們做了一個薯蓉出來的時候 它還是一個很黏重的一坨東西 我們要找東西固定它才去炸 我們就想到一個木筷子的方法 形成它一條一條的形狀 都頗有黏性 所以我們很小心把它變成一條條 然後我們再把它大量製作 這個過程我們都花了一些時間 如果不喜歡吃芫茜的朋友 又會不會考慮一下用菠菜呢 或者用綠茶粉來試試做呢 我們再把它切成一半 因為太長了 才像一條薯條的長度 已經越來越像一條薯條的形狀 究竟它出來會是怎樣呢 之後我們放進冰箱去冰箱 令它更加結實 和令它吸收一些水分 那我們可以開始炸東西了 是啊 那我們現在要放多少油呢 最少要放半個鑊的油 嘩很少炸東西 半個鑊真的很多 不知道油在哪裏 先來 哎呀 糟了 只有這麼少油 只有這麼少 我看平時人家的麥記 是真的浸著薯條這樣炸的 你看 我們的鑊這麼大 但油只有這麼少 我們沒有了資源 怎麼辦 昨天我忘了去買油 沒辦法 不如我們先試試半煎炸吧 先試一下吧 我看半瓶炸都可能有效果 我們現在就是用這裏這麼少的油 試一下去炸薯條 我們試一下油溫 就放下去了 開頭還未好熱 又過多一會兒 都幾熱一下 開始炸到金黃色 幾香口的味道 炸了一會兒很快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慢慢夾上來 我們炸完出來 它表面好像很香脆 感覺有點像炸蔬菜天婦羅 它每條都有少少不同的顏色 我想加多一點芫荽 它的顏色會更加綠 好,我們先放回包裝 我們放在這個M記盒 味道是否真的不一樣 整個感覺都出來了 我們先試一下味道 首先它的質感 它會比平常的薯條軟一點 可能它多蔬菜的關係 沒有薯條那麼挺身 味道方面 其實它真的像薯條 完全有薯條的味道 但它會散發了一個芫荽的味道 這個味道都幾重 薯條都很香口 令我大家記住要加點鹽去吃 令到它吊味 我們這條片自製、芫荽味、綠色薯條 希望大家覺得有趣和有趣 我們下條片再見 記得留言、按讚、分享、訂閱、訂閱 記得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和follow我們IG 拜拜